高轨光学摇杆卫星 高分13号发射成功 以后飞机高铁都能上网了 这次就连印度人都忍不住感慨 做得好 祝贺中国 敬请关注本节目 了解详情 据俄罗斯媒体卫星通讯社的消息称 10月12日 在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长征3号以运载火箭 托举高分13号卫星直冲云霄 卫星随后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此次发射的高分13号卫星 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五院研制 是一颗高轨光学摇杆卫星 主要用于国土普查 农作物孤产 环境治理 气象预警预报和综合防灾减灾等领域 可为国民经济建设提供信息服务 相信大家对于承担此次卫星发射任务的 长征3号以运载火箭并不陌生 该火箭是在长征3号甲和长征2号翼火箭的基础上研制的 同时 其目前还是我国用于商业发射服务的主力火箭 但对其携带的高轨光学摇杆卫星 恐怕并不是那么了解吧 太空里小小的摇杆卫星 看不见也摸不着 但它却无时无刻不在造福着我们 其实它的作用除了上述的国土普查之类的工作之外 还有两大神迹值得注意 其一 绝大多数人都以为 手机上的导航功能靠JPS 北斗等导航卫星就行了吧 其实并不然 导航能发挥作用 其中离不开摇杆卫星的作用 如果只是单纯用北斗来导航的话 费时费力不说 定位其实并没有那么精准 但搭配摇杆卫星使用后 它能进行大面积的测绘 进行高效率的载轨运算 这样不仅节省时间 还能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资源损耗 其二 它还是一颗多极化卫星 这里的多极化是指极化方式 与之前发射的利用可见光观测地球的兄弟姐妹相比 高分卫星它不需要借助光线 而是利用微波给地球照相体验 从而获得较高分辨率的成像雷达 能作为一种主动式微波传感器 合成孔径雷达 具有不受光照和气候条件等限制 实现全天时全天后对地观测的特点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高分卫星还应用了KA频段 多波数宽带通信系统 通信总容量超过20Gbps 超过之前我国研制的所有通信卫星容量的总和 能覆盖我国除西北东北的大部分陆地 和近海百公里以上海域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除了高铁飞机上也能高速上网了 实际上 卫星造得快 不仅在民用领域能起到关键作用 甚至对展现大国风采也有着重大意义 就像是此次高贵光学摇杆卫星发射 在了解了其作用后 就连印度网友都忍不住感慨称 做得好 祝贺中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